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我們接下來透過Soul Street來介紹要怎麼樣使用Fast Forward Merge 首先呢 這個是我們的Soul Street 我們先看到我們的講義的位置 講義這個4.1的位置 它其實是在情境2.0.1還有2.3跟2.3.2的位置 就是從2.0.1還有2.3跟2.3.2到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我們情境的講義 在情境的講義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寫的是2.0.1 就是2.0.1 就是這裡 那等一下再回頭來看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2.3跟2.3.2 我們等一下再回頭來看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先來實作 先來實作來看這個情境的位置 然後實作方面呢 就是我們會在這個scenario2.0.1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情境2.0.1的內容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會先把branch master 合併到branch2 所以我們會先git checkout 然後先把git merge 把這個master branch合併到頸2 然後那master branch合併到頸2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再把頸2呢 再合併到master branch 然後接下來再做 然後做完之後呢 才做這個git push的動作 才做一個合併提交 那 為什麼我們要先把master branch合併到頸2 然後再把頸2合併到master branch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們先把這個soul tree把它打開來 在我們soul tree裡面呢 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就是現在是user2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路徑貼上來 add 然後這個路徑貼上來 那在soul tree底下呢 soul tree底下就是有user2跟user3 我把user3順便也貼上來好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好 那在這個user2跟user3的位置喔 就是 這裡面就是在講fastforward 那我就把這兩個先貼上來 貼上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在這裡 這是user2的圖 這是user3的圖 然後在user2的圖呢 好 那個我們先看一下 先複習一下fastforwardmerge OK 這是我們fastforwardmerge的圖 記得嗎 這個在2.1的位置 有介紹到 然後 講義2.1的位置有介紹到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這邊是master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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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接下來在masterbranch裡面呢 我又 在branch2呢 又多做了兩個卡密 我在branch2又多做了兩個卡密 有沒有看到 在branch2又多做了兩個卡密 OK user2 在branch2 上面 針對index2 做了兩個卡密 再說一次喔 user2 在index2 在branch2上面 user2在branch2 針對index2做了兩個卡密 那user3 在branch3 針對index3 也做了兩個卡密 可是呢 user2跟user3是同事關係啦 那我目前的currentbranch是user2 然後 那 user2呢 現在想要做merge的動作 他想 user2想要把這個branch 合併回去 然後那合併 就是 他已經把工作做完了 然後他想要把 把他合併回去 把他合併回masterbranch 所以他要先checkout到masterbranch 然後接下來這邊按右鍵 然後選 merge 緊惡到currentbranch 那這邊merge過來之後呢 他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會 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 這個master呢 會跟緊惡 會在相同的branch上面 好再說一次喔 就是 這個呢 這個master跟緊惡呢 會在相同的branch上面 好這邊要特別跟你說明吧一下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剛才在 剛才在這個地方喔 就是緊惡 我還沒有push 我 其實應該要push啦 我應該要把緊惡push上去 但是我還沒有push 沒有關係 所以 目前還沒有看到olish緊惡 但等一下push就會有了 所以 現在我在masterbranch這邊 然後我 這邊按右鍵 然後選 merge 緊惡到masterbranch之後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 這個 這一個東西 就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他還是在同一條線上面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是因為 我的同事他還沒有完成他的工作 所以呢 目前masterbranch上面還沒有新的branch 還沒有新的卡密 就是 User2呢 想要merge回masterbranch的時候 然後masterbranch上面還沒有新的卡密 所以這時候當我直接執行gimmerge緊惡 就是當我先checkout到masterbranch之後 再執行gimmerge緊惡 他就會直接把masterbranch的這個東西 拉到跟branch2是相同的 同一個卡密上面 等於說這個東西 等下就會跑到這邊來 這一個 master就會跑到這邊來 好 然後 這個是 結果 那在結果之前呢 我要先告訴你 就是在實際上工作的狀況 這個是圖 圖是圖 結果是結果 實際上在工作的時候呢 我們會怎麼樣做呢 那 這邊就 有跟你解釋 這邊是 剛才我跟你說 這是情境2.3 2.0.1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先把masterbranch 合併到緊2 再把緊2合併到masterbranch 就這樣子 這個是2.0.1的位置 那2.3到2.3.2 我們來看一下 2.3到2.3.2 這是情境2.3到2.3.2 你要先把master 合併到緊2 再把緊2合併到master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 它的情境是這樣子 User2 已經編輯了index2 在branch2上面已經編輯了index2 然後呢 那接下來就是 呃 這裡 有一個小技巧可以讓 branchmaster 變得比較整潔 就是 我們在做 任何的 在做 就是 我們要在 這個 sidebranch 這裡的sidebranch 指的就是緊2或是緊3 來解決全部的衝突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我們 永遠不要在masterbranch上面 解決merge conflict 永遠都是在sidebranch上面 永遠都是在 緊2或緊3 來解決 衝突問題 不要在masterbranch上面 解決衝突問題 這樣子的話 master就會變得比較整潔 好那這是一個原則 這是一個 也不算原則 這不是規則 不是任何的什麼 這是一個 公 我們在 實際上 實戰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要遵守的一個規則 這是經驗的總結 好這是經驗的總結 那 這個經驗的總結呢 會在tutorial 8 9 10 11 來 貫徹給你看 那這是一個非常實戰的 這個是在坊間的課程不會跟你講的 但是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因為呢 我們的masterbranch呢 其實就是我們會用來發布新的version 會用來 是我們的defaultbranch 我們要盡量保持它的整潔 所以我們 我們 所有的同事 好 我們的所有的同事要 做他們新的工作的時候 他們會從masterbranch 變成一個 緊2 緊3 緊4 緊5 緊6 根據不同的task來 建立新的branch 所以呢 我們的masterbranch呢 一定要保持整潔 然後 那 別人在merge回去的時候 千萬不能在masterbranch上面 來處理merge conflict 你一定要在 你的sidebranch上面 比如說你是在緊2 那你就是要先把 masterbranch合併到緊2上面 那緊2就會產生merge conflict 產生衝突 那你就要在緊2上面把衝突解決掉 就是當user2完成他的工作之後 他會去 masterbranch那邊 先做一個 Git pull的動作 然後看看說 masterbranch那邊有沒有新的更新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 他發現沒有新的更新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 把握一個原則 我們先把 這個masterbranch 合併到緊2 那 這個動作先做 不管 你要記得就是 masterbranch合併到sidebranch 再把sidebranch合併到masterbranch 你要記得這個步驟 就是先把 masterbranch合併到緊2 再把緊2合併到masterbranch 就是你要合併回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這樣做 而不是直接把緊2合併到masterbranch 這是 不好的做法 然後 我們把masterbranch合併到緊2 不會產生任何的 merge conflict 那我們來給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緊2 我們把master合併到 緊2 merge master to currentbranch 它不會產生任何的變化 它不會產生任何的變化 但是呢 你還是要做這個事情 就算呢 你今天是使用 GeeBash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是在 我們現在是在 在緊2這個branch 然後我們 用 gemerge master的方式 它會跟你說 alreadyupdate 它不會改變任何的東西 但是你要 永遠記住這個 原則 就是你要先把masterbranch合併到sidebranch 然後如果有產生任何的衝突的話 就要在sidebranch 就是在緊2這個branch 解決所有的衝突 好 那我們這邊做完了 做完之後呢 那 User2已經確認 branch2上面沒有任何的衝突 已經沒有任何衝突了 那接下來 User2要執行 Git push 把它的這個 branch2這個branch 把它push到github上面去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就要執行一個 git push 我把 branch2 就是branch 頸2 把它push到我們的 github那邊去 所以呢這邊就會產生 origin頸2 這邊產生 origin頸2 產生origin頸2之後呢 接下來我來到 github這邊來看 好 我來到github這邊 這邊有這個 soulstreet的部分 我來看一下 soulstreet fast forward soulstreet fast forward 好那這邊就會有 頸2頸3 的masterbranch都在了 好 這邊就做一個確認 好 然後那 所以我們現在有 頸2 的這個master 就頸2的 remotebranch 都有了 都有了之後呢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講義的部分 在我們講義的部分呢 這個scenario的部分就是 所以當 User2終於把 就是他已經把 已經確認 這個branch 頸2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這個merge config之後他就可以 Push上來 Push他的頸2上來 Push完之後呢 接下來呢 他就可以把他的頸2 再合併到masterbranch 然後呢 或者是可以做 Pool request 什麼叫做Pool request 做Pool request呢 就是 你 頸2這個User 他login之後 然後接下來他點這個 Compare and pull request Compare and pull request 什麼叫Pool request 我們沒有要建立 Pool request 所以我先回去一下 Pool request就是告訴他說 你好 請問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 頸2branch 合併回masterbranch 你要做Pool request的之前呢 你必須要先確認 頸2上面 並沒有任何的 merge conflict 沒有任何的 衝突 你才可以做 Pool request 這是他的原則 所以你必須 要先把masterbranch 合併到頸2 你才可以做Pool request Pool request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合併請求 你要請求你的manager 問他說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頸2 合併回master 這就是合併請求 那 這邊 就有講說 你可以執行合併請求 或是 把masterbranch 合併到 把頸2合併到masterbranch 那 這邊我要假設我是manager 假設我就是manager 那我就會先checkout到masterbranch之後 然後呢 再把頸2 合併為masterbranch Merge頸2 into the currentbranch 然後我按ok 所以呢 你就會看到 剛才跟你說的 這張圖 他並不會多出一條線 他會把這個masterbranch 直接移動到branch2的這個卡密 他會把master呢 移動到 頸2的這個卡密 好那這邊移動過來之後呢 那你的這個遠端的 這是 遠端追蹤分支 你的這個github上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master呢 還是指向這個卡密 所以你這時候呢 你必須要push什麼呢 你不需要push你的master 你要push你的master 你要pushmaster 好 那你的master呢 這個originmaster 就會 也會跟上來 就一起update 然後那 你可以看到這個頸2 頸2 originmaster master 都會在 相同的這個卡密上面 都會在這裡 好 那你就完成了merge的動作 你就完成了merge的動作 好 然後那 剛才有說 User2是把branch2 合併為master的時候呢 你可以使用 Fast Forward Merge No Fast Forward No Commit 或是Scrash Merge 你可以做這幾個 預設會執行Fast Forward Merge 就是你直接打 gith merge 你直接打什麼呢 好 你直接在這邊打 好 在master branch底下打 gith merge 頸2 頸2 預設呢 他會執行Fast Forward Merge 就是我們剛才 在Soul Street裡面執行的 預設他會執行Fast Forward Merge 然後那這邊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是三刀流 所以我們Totoski Soul Street Git Commit都會用 他們都可以去執行Fast Forward 跟No Fast Forward 然後那 這個 No Fast Forward 這個No Fast Forward是什麼意思呢 No Fast Forward就是 它會在不同的線上面 那這個是等一下 在交 No Fast Forward 會交的 這個是 No Fast Forward No Fast Forward 這是等一下也會交的 那這邊是Squatch Merge 這個是更後面會交的 然後那這邊就是 Branch呢 頸2呢 上面所有的卡密呢 這 這裡都是屬於Squatch Merge的部分 看一下 並不會 對對對 這邊都是屬於Squatch Merge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看了 反正呢 就是預設就是會執行Fast Forward Merge 就是我們剛才做的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有關於 這個是Scenario 這是情境的部分 有關於情境的部分 我們就講完了 好 那 講義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是很簡單 就是先checkout到 頸2的branch 先把 Master branch合併到頸2 然後再checkout到Master branch 再把 頸2合併到Master branch 好 那在搜尋裡面呢 就是我剛才做的給你看 這邊按右鍵 然後Merge master into current branch 就是 把這個 Master branch合併到頸2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再checkout到頸2 然後接下來 再checkout到Master 然後checkout到Master之後呢 接下來再 對著頸2按右鍵 把頸2合併到Master 所以它的就會變成 先把Master合併到頸2 再把頸2合併到Master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Fast Forward Merge 那最後再做一個 Git Push Git Push 這個我剛才都做過了 然後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就Push上來了 那我們有關於這個Fast Forward Merge呢 就介紹到這裡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So